想吃桂花千层马蹄糕吗?我教你吧! 最详细的配比做法简单易学哦! 首先做最难的小黄部分,也就是桂花水晶层 150克马蹄粉,加入300毫升清水,混合,过滤一遍,会更加的细腻 拧起锅,加入黄片糖100克,清水350毫升,组至糖融化 糖水煮融化后,加入一勺半的马蹄粉浆,记得要提前搅拌一下,再倒进去 全部倒进去之后,快速地搅拌 煮至粘稠的状态,这个状态称之为熟的糖浆 离火,不用放冷 先把马蹄粉浆搅拌均匀,再慢慢倒进去 一边倒,一边搅拌 接着加入100克的糖桂花,不加呢也可以 再次搅拌均匀,这样我们的透明桂花橙,粉浆就弄好啦 现在来做白色的层次 100克马蹄粉,倒入150毫升纯牛奶,混合,过滤一遍 加入链乳80克 椰浆400毫升,这个甜度是刚刚好 搅拌均匀呢,白色粉浆就做好啦 两个粉浆都是比较粘稠的状态 水开,放进耐高温容器,先搅拌一下黄色粉浆,避免沉淀 放入一勺,或者剩两勺,铺入盘底 盖上盖子,蒸2-3分钟 接着倒入两勺白色粉浆,一层黄,一层白,这样依次贴加 每一层蒸2-3分钟 最后一层是黄色桂花粉浆 盖上盖子,蒸4-5分钟 蒸好后,拿出来放冷 桂花千层马蹄糕就做好啦 放冷后,掰一掰边缘进行托盘 可以看到的Q弹柔软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味 这个一定要等冷了以后再切开 不然的话呢,会有一点粘手 甜而不腻的口感,而且带有椰姜的香味 桂花的香气,真的特别好吃 按照步骤来的话呢,基本都是可以成功的哦 吃这个有没有像我一样喜欢这样一层一层丝的吃的 真的特别好玩又好吃 现在呢,也正是桂花季节 想吃的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我 我是夏妈,感谢您的观看 等你交作业哦 下期再见,拜拜